下一個要教的內容叫做酸鹼中和 酸加鹼叫做酸鹼中和 酸性容易加鹼性容易兩個放在一起喇喇 這個反應稱為酸鹼中和 簡稱叫做中和 那麼這是一個通識 中文通識跟英文通識要背 中文叫做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它的離子方程式就是 把有作用的離子寫出來叫做離子方程式叫做 氫離子加氫氧根產生水 這是它的英文通識 所以這個是要背的 酸鹼中和的通識 酸加鹼產生鹽加水 英文離子方程式 氫離子加氫氧根產生水 這是要記住的叫酸鹼中和 酸加鹼的反應叫酸鹼中和反應 它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它這裡面不牽涉到電子的轉移 它不是氧化還原反應 不是 OK 所以一類叫做氧化還原反應有電子轉移 酸鹼中和沒有電子轉移 不屬於氧化還原反應 OK 然後它是放熱 這個很習慣 我們常常喜歡問它是放熱反應 因為我們要做個低頻的實驗 它在實驗裡面 它溫度會上升 我們會放熱 OK 這是一個重點 一個酸加一個鹼叫做酸鹼中和 什麼時候 剛好已經恰好中和 恰好中和的時候叫做氫離子末素等於氫氧根離子末素 OK 當我酸的氫離子末素等於氫氧根離子末素的時候 我們稱為這個叫做恰好酸鹼中和 請注意 我說的是氫離子末素 氫氧根離子末素 我不是說酸的末素 鹼的末素 考卷題目通常是給你酸的濃度 酸的體積 你算出來的是酸的末素 不對 我要的是氫離子末素 所以你要問一個問題 一個酸有幾個氫離子 一個鹼有幾個氫氧根 有兩個氫離子的要成二 有兩個氫氧根的記得要成二 注意是氫離子末素等於氫氧根離子末素 反而是酸的末素等於鹼的末素 酸鹼剛好中和的時候 無一定是中性 有一個鹼化的說法 就是強酸加弱鹼出來會是酸性 強鹼加弱酸出來會是鹼性 我國中教你的 我國中考你的 都是強酸配強鹼 所以在我國中教你的就是 剛好中和的時候叫做中性 剛好中和叫中性 就是國中這樣教 高中就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OK 然後呢就是酸鹼中和這些實力應用 醬乳的時候會溶解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會讓它成酸性 二氧化碳融入水是怎麼酸的 怎麼酸 汗酸 下多了土壤就呈現所謂的酸性 然後就有一些不好的結果 那我要想辦法把酸拿掉 所以有人怎麼做 收割完倒土之後把它燒掉 變成叫草木灰 草木灰裡面有所謂的碳酸甲 它是鹼性的 這個有什麼好處 一個好處是它鹼性的跟土混在以後 可以中和土壤的酸性 使土壤的股質恢復 再適合耕種 第二個 碳酸甲 它是甲肥 可以當肥料 它是甲可以當肥料 所以呢 我們這個草木灰 草木灰注意它是什麼玩意兒 碳酸甲 什麼性 鹼性 什麼用 一 中和土壤的酸性 二 當肥料用 這是一個酸鹼中和的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客人那邊講的所謂的胃藥 我們說我們 胃有問題 胃酸過多 胃酸是鹽酸 胃酸過多 我就吃個胃藥 讓它酸鹼中和 我們吃什麼 客人上教你的叫做碳酸 青鈉 小蘇打 第一 你的胃酸過多 治療的方法 不見得是用酸鹼中和 有人廣告上告訴你說 是我從源頭就阻斷 我從頭就阻斷 減少你的分泌 這是一個方法 或者是在你的胃壁上 形成一個保護膜 來阻擋胃酸的侵蝕 什麼之類的 所以方法不見得是用酸鹼中和 第二個 就算我要用的是酸鹼中和 我也不見得用的是碳酸青鈉 可以用鎂的 叉叉鎂 或叉叉蓋 碳酸幹 來治療 所以不見得是用碳酸青鈉 不過因為國中課 你這樣教你 我就這樣子背 我的胃要叫做碳酸青鈉 然後弱檢 然後綜合我的胃酸 來治療我的胃壁 治療我的胃壁 OK 這第二個 酸鹼中和的實力 我終於想要不見得到 成熩 我還要不見得到